這一次我要帶大家來到日本大阪最大的海參館逛逛 有超多沒看過的海洋生物外 還有超可愛的海獅 接著帶大家去吃哈密瓜的菠蘿麵包 以及聽說是日本第一天賣蛋包飯的北極星跟乳牛巾來吃吃看 最後我們去做世界最大的天堡山的摩天輪 帶大家來看看超高空上的大阪有多恐怖 哈囉我們到了大阪港天堡山 那今天來海遊館跟日本關係最高的摩天輪 這麼高 這麼高 對 那我們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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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睡覺嗎? 中間有一個小餐廳 所以吃起來是什麼? 上面是寫蛋豬汽水口味 你嘴巴是變紫色的 那應該是蝶豆花的香料 你為什麼要交叉吃呢? 好香喔 它菠蘿有點像香瓜的味道 它好像那個喔 那個 漫威裡面那個樹木那個 格魯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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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酥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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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方不是可以摸的 有點像在台灣的釣蝦場 這隻在睡覺啊 蛤? 蛤? 蛤?什麼味道?滑滑的啊 就像那隻蛤? 怎麼好嗎? 喔! 可惡可惡呢 可惡可惡呢 我們到了天堡山的廣場 美食廣場 來吃日本第一家蛋糕飯店 這邊那一家這裡面 那這裡面有一個仿造 你在那個很頂的那一種 我們今天要來吃這個北極西 這個第一個來的是那個沙朗牛排蛋包飯 真的看起來就是那種很傳統那種日本 1960年代的 我的也到了 那我先介紹一下 他這個是日本 他們說是大正時期 最原始第一代荷包 荷包蛋蛋包飯的創始 就是長這樣 三隻炸蝦 然後跟一個蛋包飯 他旁邊還有類似像沙沙醬之類的 然後配紅醬 很傳統的日式的感覺 這是我的蛋包飯 我的蛋包飯裡面是有點像番茄炒飯 然後裡面有加火腿跟去炒 日本吃過最新蛋的一餐 在台灣也算是有鹹度的 可是以日本來講算很清淡 我們出來這邊 吃完以後 他看到牛渣馬上又突然想買了 這個牛渣 其實這應該是要配白飯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吃完了 吃不下了 他旁邊那個是雞蛋豆腐 然後蔥 然後 那個 七味粉 好吃 有點台灣的味道 可是沒那麼鹹 對 好吃耶 他那牛爪欸 對啊 那邊有魚板 他有那個魚板 嗯 竹輪 嗯 爪子好耶 泰國天輪 嗨 摩天輪 透明 我們說一般的就好了 透明的要等很久 是嗎 我們在這邊寫4個 至少20分鐘 好 有很多 謝謝 還有冷氣 裡面是有冷氣的 還有這個鳥 那是鳥 那是海人 好,OK 裡面有一個遊艇 哈囉,我們在 大阪的CANNON 最高點 啪啪啪啪,嚇死了 你看,超高的 超高的